什么是曝光补偿以及如何用好它职业摄影师的秘密武器 今天我们来聊聊曝光补偿以及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那为什么曝光补偿仍然是职业摄影师最简单实用的曝光方法 我是詹姆斯 靠摄影混饭吃有十多年了 婚礼活动拍过上百场 也算经验丰富吧 你可能会认为专业摄影师都使用手动模式 通过直觉调整每个曝光值 那事实上无数有经验的摄影师使用光圈优先模式 然后在他们认为可能做出错误决定时 使用曝光补偿来修复相机的错误 简而言之曝光补偿让相机更智能 让曝光不足的照片发亮 让曝光过度的照片变暗 当然用曝光补偿需要一些诀窍 这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一 什么是曝光补偿 那手动调整相机自动曝光 错误的方法 不管光圈优先还是快门优先 相机都会根据选择的测光方式 计算出它认为最合适的曝光值 那实际相机自动测光 它是有局限性的 很多时候会出错 因为相机厂商会使用18度灰 作为测光基准进行测光 那白色血景最终看起来灰灰的 而日落逆光人像可能拍成了剑影 除非你想拍成剑影 你一定会说 为什么不用手动曝光 那如果是风光或者创意人像 可以慢慢拍 不过大多数情况 你会一张接一张的拍摄 那客户不会理解职业摄影师的难处 只会觉得你拍的还不如手机快 手机好 那曝光补偿可以调整相机的判断 告诉它让画面变得更亮或者更暗 那当你增加曝光补偿 比如加一加二 图像就会变得更亮 提升暗部细节 当你减少曝光补偿 比如减一减二时 图像会变得更暗 从而保护高光 那是不是很简单 那先拍一张试试看 觉得画面暗了 就增加曝光补偿 图像太亮 就减少曝光补偿 二 曝光补偿到底调整了什么 那取决于你使用 使用哪种曝光模式 比如光圈优先的曝光补偿 实际上是加减曝光时间 那可以看到加了曝光补偿 唯一的变化就是曝光时间变长了 拿出你的相机跟我一起来实验吧 那么快门优先的曝光补偿改变了什么 那举一反三啊 可以想到只能改变光圈 那么加曝光补偿等于放大光圈 而减曝光补偿是缩小光圈 接着就是纯新手入门的P档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它有时候会动曝光 有时候会动光圈 那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曝光补偿挺简单的 完全可以理解成光圈优先模式下 手动调整曝光时间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聊的都是自动曝光模式 那么手动曝光有没有曝光补偿呢 那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如果打开自动感光度 那么曝光补偿就有用 反之就没用 如果啊 所以如果相机没有自动感光度 那么手动曝光就没有曝光补偿 那这时候调整曝光补偿改变呢 实际上是感光度 那抛砖引玉啊 如果光圈优先模式打开自动感光度 那么曝光补偿会如何调整呢 欢迎你试验一下啊 留言告诉我们答案 三 手动曝光与曝光补偿的区别 对于一些进阶摄影爱好者一定想说 其实手动加减一下快门时间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嘛 加一的曝光补偿 不就是延长一倍曝光时间吗 啊是的啊 曝光补偿也可以用这句话总结 欠曝加曝光补偿 过曝减曝光补偿 那为什么不用手动曝光 而要用曝光补偿呢 那拍摄活动啊 就是现实的例子 随时有人要求合影 抓拍演讲 那每一张照片的光线条件都有所不同 甚至变化很大 而你需要在一分钟甚至几秒内完成拍摄 没有时间 每张扯光再拍 那这时候用光圈优先模式 测出一个大致准确的曝光 然后通过曝光补偿适当调整 是最快速最保险的方法 而对于固定光线 比如彭拍啊 或者固定位置的合影 那就肯定用手动曝光更快了 总之 手动曝光适合慢工出细活 而曝光补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 保证拍摄数量 兼顾拍摄质量 四 如何使用曝光补偿 第一步根据场景决定拍摄模式 90%的场景使用光圈优先模式 选定光圈和感光度 那么相机自动计算快门速度 还是最简单靠谱的方法 第二步选择测光方式 这是影响自动曝光最大的因素 我推荐出学者使用评价测光 也称为矩阵测光 平均测光等等 那相机尽可能的分析整个场景 而不是某个点 那么第三步 根据场景确定曝光补偿值 这才是最难的 因为曝光补偿不是真的调整曝光值 而是修正自动曝光的错误 那记住口诀 白加黑减 也就是白色为主的环境 加曝光补偿 黑色为主的场景 减曝光补偿 白雪环境 甚至白背景 黑夜环境或者黑背景 都需要曝光补偿 熟练掌握 可以让你在拍摄之前 就预先调整好曝光补偿 然后拍一张照片 在夜经屏上查看图像 记住夜经屏本身也有亮度之分 我喜欢检查直方图 来判定是否合理曝光 对于摄影新手 刚开始使用曝光补偿 那就是大量的试拍 看直方图 然后调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变得更快 第四步 找到相机的加减按钮 并且选择相应的补偿值 按下补偿按钮后 同时向左或者向右 转动相机播盘 就可以增加或者减少补偿值 通常每次调整 三分之一档 最多正负五档 那么在相机监屏上 可以看到补偿值 或者测光条上 也会有所显示 而这些复古涉及的相机的顶部 会多一个曝光补偿播盘 同样三分之一补偿 最多只有三档 尼康可以甚至设置镜头上的环 调整曝光补偿 这肯定是重度使用者的习惯了 第五步 拍摄与查看 如果在液晶屏上看到图像曝光良好 那就太棒了 继续拍摄就可以了 请记住 相机会在拍摄后 保留曝光补偿值 所以进入新的场景后 需要重新设置曝光补偿 五 曝光补偿的诀窍 高感很重要 室内人像 特别是婚宴晚宴之类的场合 大多数的摄影师都会选择 高感光度 比如ISO400 800 甚至1250 虽然大光圈可以有更多的进光量 但是 多人合影或者领导讲话 一般我们不会使用大光圈拍摄 最大光圈拍摄 有时候它会出现一个人清楚 另外一个人模糊的情况 更严重的会出现领导眼睛清楚了 鼻子或者耳朵是模糊的 所以大光圈虚化更适合创意 糖水人像 对于活动摄影 您肯使用高感光度 加F5.6 6.3 甚至F8的光圈拍摄 那我的窍门 是使用手动曝光 加自动感光度 加闪光灯的方式拍活动 因为光圈优先 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很低的快门 无法手持拍摄 所以我喜欢125分之1秒 加F8的组合 然后自动感光度 通过曝光调整 调整曝光 这样的好处是 保证手持拍摄的快门速度 又保证了景深 那光线不够 就靠感光度来凑 人物主体 就靠散光灯TTL 自动曝光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6.3 闪光曝光补偿 那讲一个小时都讲不完 真的非常复杂 特别是尼康的TTL 和TTLBL 还会有很大差异 BL代表backlight 背光模式 那尼康同时可以 普通曝光补偿和曝光补偿 而佳能在手动曝光模式下 只能设置闪光补偿 不能设置普通曝光补偿 那看几张实际的例子 一个人坐在窗前 如果没有闪光灯 正常矩阵测光 拍出来可能就是 有点剪影的效果 人都是黑的 当然你直接用曝光补偿 把人拍亮 那整个窗外估计就是彻底过曝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是不改变背景亮度的情况下 而调整主体曝光 那TTL自动闪光 其实类似于自动测光 自动曝光的设置 所以一样会有不完美的情况存在 比如这样就是TTL 无闪光补偿的状态 还行 但不完美 那再看看闪光灯补偿 加0.7EV的效果 是不是好很多了 其实曝光补偿并没有对错之分 多少之分 特别闪光灯人像 没法讲太多 关键还是思路 我通常都是手动曝光 控制环境光 或者说是背景光 那TTL闪光灯 给主体人像补光 然后通过闪光灯补偿 来控制闪灯输出 调整人像的明暗 熟练你之后 任何婚礼 酒会 你就可以随便拍 要环境有环境 要人像有人像 再也不会拍出手机散光那种 能被拍的死白死白的效果 7.最后的话 控制曝光过程 是成为一名优秀摄影师的 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正是曝光补偿的 全部意义所在 拿起相机 试试吧 结果会说话 你打算使用曝光补偿吗 你开始使用了吗 你喜欢吗 在下面的评论中 分享你的想法 记得给我点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对我很重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